好 再来看到这位46岁的哥伟茹 和身家超过10亿元的 程阳公司总经理李继真 闹婚变多月 而这两个人已经分区了 而哥伟茹在录节目的时候 他必谈婚姻 不过聊到与前夫所生的17岁儿子 9月要飞美国念书 他是难掩思念的情绪失控落泪 他也透露现在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儿子 不过呢 现在的这个婚变 因为传出事 男方迟迟不签字 在打离婚官司 不过哥伟茹似乎还是有难言之隐